六月是毕业季节 但你认识这一位即将要从大学毕业的生命斗士 庄品轩 他在十多年前历坏了罕见疾病 全身瘫痪 但是从来没有失去对生命的热忱 在亲友以及慈悸志工的关怀下 他如愿完成了大学学业 也让他睡变成愿意助人的美丽天使 终于完成大学学业 走到这里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好多好多好多人的帮助 因为其实心理层面的困难 其实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十多年前品学兼优的美丽少女 刚考上第一志愿台中女中 却因罹患罕见疾病全身瘫痪 看到他我眼泪就要流下来 因为你看到一个孩子 他那么坚强 不管病苦多苦 他都是跟着他一直坚持 你们知道其实最好的幸福是什么吗 就是你拥有一个信心 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幸福 而这百分之百的信心从哪里来 就是从众生对我们的爱 从只能眨眼睛回答问题 到手指能弹琴 恢复独立行走 每一关都得熬过无数次咬牙忍痛治疗 品轩从来没有放弃学业 身边的亲友和关怀志工也从来没有放弃他 好多哦 就感觉好像一家人一样 就是各个节日啊 节庆都会来 虽然生病可是他在学习上面其实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份心想要努力去跟上的 未来他应该会为社会 为社区 为原住民或是其他的人服务 我觉得这样我们关怀就值得了 疾病让他不得不放慢脚步 庄品轩的求学之路或许不满荆棘 但一路上接收到更多的爱与祝福 也使得绽放的花朵更加动人 大爱新闻李亚萍 廖学信台中报道